基本上每個週末的禮行公司 入到來換口不用說 先看看它這個星期的特價 它西人超市和唐人超市的特價週期 有一日之差 唐人超市每個星期五到第二星期四 西人超市早一日 T&T Supermarket 它在1993年已經成立了 是一對台灣商人創建的 聽說T&T這個名字是由其中兩個女兒的名字 第一個字母 創建 好像她有個女兒叫Tina 有個女兒叫Tefeli 所以就用她兩個女兒的名字 第一個字母來 明明 她第一間店就在亞省的溫哥華開始 接著就到Alberta 愛媛頓卡卡里 接著來到安省 Ottawa Toronto Waterloo 都有 現在她還去到Qubeck那裡 好像說有一共三十間分店 她們的中國貨都算齊全了 嘩 基本上 想到 在中國有名的食品 這裡都有 嗯 經常有一種錯覺 好像還沒離開中國的感覺 T&T主要是零售蛋糕 魚製品 熟食 冷藏食品 日汁 肉類 水果 海鮮 點心 日本壽司 這些 基本上唐人超市都 不走得開了 而她T&T更厲害 在2009年7月 就被加拿大巨頭粒羅超市集團收購了 聽說那時候收購她是2.25億 哇 短短十六七年之間 又嬌人的成績 真是值得壞人的驕傲 她T&T雖然被收購了 但是聽她們說 好像內部架構都沒有變 只不過 大老闆換了 好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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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就看這個價錢看到了 哈哈 機械排骨和機械豬手 不知為什麼我每次來只見到它這兩個品種 好像暫時沒見過它有賣生物豬肉 但是全自然豬肉就經常有 但我絕招了一曲 不能漸入 不要漸漸 不漸漸 海鮮 海鮮 每次來這裡見它的品種都是寥寥可數 不知道是不是場地的問題呢? 其實這間大統華的分店是比其他分店小兩到三倍的 這間店真的很小 但是在麥琴都有三間分店 這麼小的麥琴可想而知的華人圈子多大 這間圓窗火腿的起源是在溫哥華的地方 為什麼要提醒它呢? 你看它包裝上面的圓形楓葉的地方 它有這個地方可以出散的 如果沒有這個地方 肉食品是不可以出散的 不要完全地喜歡 Lit完美